第七十二集 我想到这里故作镇定地说 林妍妍 我听说您死的冤想着报仇 可是这冤有头债有主 您要报仇得找您的仇人报仇 不要找我们呢 您上吊的时候我们还不会 不要说了 我不听 当我听了几十年话 最后还是被冤枉 含恨而死 我让你们死 让你们吊死 当你们吊死之后 我再去找他们 让他们一个个的吊死 说完之后 吊死鬼的眼里 鼻子里嘴里开始溜血 他的那双眼睛 慢慢地被血染成了血红色 嘴里那条血红的舌头 也开始滴血 一滴一滴的 和身上的水混在一起 滴到了地面上 让人奇怪的是 地面上没有一滴血和水 吊死鬼滴在地面上的血 很快就消失了 吊死鬼拦在了门口 我和二怪两个人很难出去 二怪在我的身旁 吓得身子一个劲的抖 嘴里说着 饶了我们吧 我们不想死 我还没有娶媳妇 我不想死 等我们回去后 一定要给您烧纸 吊死鬼听了二怪的话 只是一个劲的冷笑 一笑 那眼里的血泪更多 这样的恶鬼 求他也没有什么用 我们不能让他给害死 于是小声地问二怪说 弟弟 你说鬼怕什么 二怪在那里哆哆嗦嗦地说 我 我不知道 我说 你这个人真是的 你不是和我说鬼怕火吗 二怪说 这 这个是我听别人说的 我说 靠谱吧 二怪说 靠不靠谱 我 我哪里知道啊 我说 反正等吊死鬼也不想放过咱们 咱们就拼一拼 你一会儿跟着我 我们一起往家里跑 不管有什么动静 都不能回头 二怪说 哥 怎么拼啊 他是大人 我们打不过他 我说 别管了 等一会儿 吊死鬼一闪开门 我们就跑 说完之后 我往前走几步 从火堆里 拿出一根燃烧的木头 然后喊着二怪 朝吊死鬼那里走去 吊死鬼看我们朝自己走过去 当时就张大了嘴 我拿起火堆里的木棍 准备用烧火的火把冲出去 可是这时吊死鬼忽然张大嘴 他那张嘴张得很大 一只张到可以容下拳头 深深的白牙闪着寒光 我不知道 吊死鬼为什么把嘴张得那么大 我没有敢继续往前走 而是在那里看着吊死鬼 看他张着嘴耍什么阴谋 忽然一阵阴风迎面吹来 那股的阴风打着旋 把我手里的火把挂得火苗乱窜 火苗子直往我身上崩 我手里的火把几乎被吹灭了 我到了这个时候 我想起了电影里冲锋的镜头 像那些八路军战士 面对鬼子毫无畏惧 我就不怕了 说实话 那时候的电影对我影响非常大 很多作死的方法 都是受电影的英雄气概影响的 我骂道 你哪那个凶 我和你拼了 你去死吧 说完 我举着火把就往前冲 阴风还在挂着 可是此时的我毫无畏惧 使劲地往前冲 当我把火把 触到那吊死鬼的时候 忽然吊死鬼一声惨叫 接着我火把触到的地方 就开始出现窟窿 然后吊死鬼的身子 竟然从窟窿开始 接着 整个的身子消失了 直到吊死鬼的身影完全没有 我这才回头 超二怪吼了一声 快点跑 然后 我就跑到了雨中 手里的火把 在雨中 很快地熄灭了 我没有人 把灭了的木棍当武器 眼前是漆黑的夜幕 幸亏在食堂的这一片 我熟悉得很 知道怎么跑 于是我让二怪跟上 我们一起朝家的方向跑 雨很大 加上黑夜的缘故 我们在崎岖的槐树林 我们一次次地摔倒 可是我们不敢在地上待太久 摔脑了 接着就爬起来 喊着叫着往家前跑 正跑着的时候 忽然二怪对我说 哥 哥 哥 我跑不动了 我没有回头 只是大声地说 跑不动也得跑 咱这就快到家了 二怪说 哥 我 我身上好像背了个东西 压着我 迈不动腿 我听到这里 赶紧回头看二怪 我一回头 直接吓得张他嘴巴 只见二怪的身上 不知什么时候 把那个吊死鬼 背在了身上 虽然是黑夜 但那个吊死鬼 我看得清清楚楚 只见吊死鬼 趴在二怪的身上 让二怪背着 身子 身子 高出二怪身子一大截 吊死鬼的那张脸 在黑夜里 是那种惨绿色 一双眼睛 放出射人心魄的绿光 看上去十分的吓人 吊死鬼 两只白森森的手 搭在二怪的肩头上 正朝着我 呲牙扭嘴 一条长舌头 在胸前晃来晃去 几乎触到二怪的头皮 我看到这里 整个的人都愣住 这是二怪说 哥 我走不动了 肩膀上沉得厉害 咋弄呀 我没有敢说 二怪背着吊死鬼 说出来 把二怪吓死 那个吊死鬼 此时正在那里 朝我呲牙扭嘴 我知道自己 绝不能当逃兵 丢下二怪一个人跑 想到这里啊 我举着手里 还没有扔掉的木棍 直接朝着吊死鬼的脑袋砸去 我的疯狂举动 可把二怪吓坏了 嘴里惊恐地喊道 哥 我是二怪 你 你疯了吗 我不管二怪的喊叫 举着木棍 朝二怪跑过去 二怪看到这里 知道我是认真的 吓得一转身 就往前跑 这样一来 吊死鬼就背对着我了 这正是我下手的好时候 就在我快要到跟前的时候 那个吊死鬼忽然用手 把脑袋一拧 只见 那个脑袋直接转起了圈 最后身子朝前 手大在二怪的尖头 脸朝后看着我笑 那个样子 别提 多诡异了 我只是愣了一下 接着嘴里喊道 去你那颗熊 我不怕你 说完之后啊 手里的棍子 直接朝吊死鬼的脑袋砸去 吾我一下 带着风声和水声 当棍子接触到吊死鬼 那吊死鬼 一下子消失了 我的棍子砸了个空 吊死鬼消失的时候 在风雨中流下了一声惨叫 这时的二怪以为我要打他 吊死鬼一消失 身上少了压力 直接撒腿 就朝槐树林的身处跑 一边跑 一边喊救命了 我看到这里 紧跑几步 一下子抓住二怪的后背 把二怪拉住说 兄弟 别往回跑 二怪被我抓住之后啊 身子一软跪在了地上 哥 哥 不要砸死我 我还没娶媳妇呢 我说 什么呀 我刚才没有砸你 我砸的是你身上的吊死鬼 二怪一听啊 这才知道是个误会 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 抓着我的手对我说 哥 你刚才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疯了呢 我说 弟弟 你身上现在还沉不沉 二怪活动了一下说 哎 好了 不沉了 我说 咱们得赶紧回家去 说完 我就和二怪朝家里走 当我们走到食堂旁边 听见有隐隐的哭声 这是二怪对我说 食堂里有一个白衣人 是那个白衣人在哭 我赶紧朝食堂里看去 只见一个食堂里凸起的石头上 坐着一个白衣人 正在那里哭了 哭声是一个女的发出来的 非常的沙哑 凄凉 一个女人雨夜里 坐在水里的石头上哭 用脚趾头想 哪个女的也不可能是人 那时候的青石都是在地下 所以开采完青石的食堂 是一个个的大坑 夏天的时候石坑里就会积满水 这时就成了我们洗澡的地方 不过 一长串食堂 由于非常的陡峭 一不小心就会滑向深水 所以有些地方就不干净 淹死过人 我们看到白衣人的地方 也正是今年淹死人的地方 按说漆黑的夜里 不应该看得这么清楚 可那白衣人 我们偏偏就能看清楚 我知道 白衣人肯定是找替身的水鬼 我因为差点做了水鬼的替身 知道他们的厉害 所以我不敢停住脚步 不敢朝有哭声的那里看 手里拉着二怪 埋头往前跑 摔倒了 爬起来继续跑 一直快跑到了庄头上 忽然 两道手电的光亮 朝我们照过来 我一看呢 这一时有人来 非常的高兴 在雨中使劲地喊着 然后朝手电筒那里跑去 电灯光越来越近 这时 一束手电的光亮照到了我的脸上 我赶紧用手护住眼睛 避免电灯光照眼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威严的声音喊道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做死咋的 大半夜的 朝食堂里跑 回去 非把你们的高腿砸断不可 这个声音啊 无比的熟悉 是我爹的声音 我爹他们来找我们 平时最让我害怕的责骂 变得无比的清晰 我看到我爹越来越近 整个人一下子放松了起来 不再怕那个吊死鬼 人一放松 身上的力气啊 好像被抽光了一样 整个的人一下子倒在泥水里 接着 一股巨大的倦一袭来 再后来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我醒来 感觉浑身疼得厉害 嗓子像冒烟了一样 头有点花昏 我睁开眼睛 一道强光照进眼睛 我赶紧眯上眼 朝周围看 只见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 这时有人说 道爷 小冬的病没事吧 说话的声音 是我娘的声音 这时另一个声音说 这孩子啊 只是受了风寒 没有什么事 等会儿 你熬点姜汤 加点红糖 让他喝点 就没有事了 我这时赶紧地朝四周看 只见屋里有我娘 我爹 麻子大爷 还有李道爷 我看到这里啊 赶紧地从床上爬起来 我娘一看我醒了 就赶紧地抱着我说 小冬 你可醒了 你这个孩子 怎么就这么会做 半夜里跑到食堂 你傻呀 还在雨里 伸着头淋雨 听我娘这么一说呀 就赶紧说 娘 我们本来没有淋雨 开始 我们在槐树林子里的 灵眼无避雨 可是 我刚说到这里 我娘一下子 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仰起巴掌 就打我的屁股 一边打 一边大声地说道 你这个做死的孩子 半夜里去林业屋 你这是找死 不知道里面有鬼吗 我赶紧辩解道 我和二官 就是看见鬼才跑出来的 我说到这里啊 李道爷赶紧地上前说 先别打了 我问问小冬 怎么回事 道爷劝住了我娘 转身问我说 小冬 你刚才说 昨天晚上见鬼了 见的是什么样的鬼 我听李道爷怎么一说 就睁开了我娘的手 坐在床的另一边说 道爷 我见到的那个鬼 是吊死鬼 可吓人了 那吊死鬼的眼睛 像鸭蛋那么大 舌头一直伸到肚气眼 大叫着死得冤 还说死后被葬在水塘下 住不下去才出来的 这一次要出来报仇 李道爷又问我 那个吊死鬼 是男的还是女的 穿着什么衣服 我就把昨天晚上 遇到的吊死鬼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李道爷听了之后 吃惊地说 这个吊死鬼 难道是 李道爷说了半截话 没有直接说出来 这时麻子大爷说 老道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了 想不到死了好几年 还阴魂不散 如今又上来害人 李道爷说 唉 这件事都怪我 当年明知道老林是冤死的 可还是把老林葬在挖坑里 然后用桃木围着 让老林在洼地里不能超生 以至于老林的尸体受水淹 不得安生 这样一来啊 反而使老林的怨气更重 可怜老林是冤死之人 本该超度亡魂 化解其怨气 可是当年的形势 不能这么做 麻子大爷说 老道别自责了 当年那个形势 确实不能搞这些封建迷信 不过现在好了 这回咱们得想办法 超度一下老林 化解老林的怨气 刚说到这里 我就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 有人一边往里边跑 一边喊着 二大爷 二大爷 可不得了了 赶紧的去看看我兄弟去 我兄弟不对劲 好像是什么附体了 我一听这个声音 是二怪的哥哥 二怪的哥哥喊得很急 肯定是出什么事 麻子大爷迎上去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怪的哥哥说 我弟弟 昨天晚上从外边回来就开始发烧说胡话 今天早上一起来 就伸着舍着舍头 瞪着眼 朝我们要吃的 要喝的 然后啊 就翘着脚尖走路 听说话 像个大人 看他的样子 像是变了一个人 可吓人了 二大爷 你赶紧的 你赶紧的去看看 你赶紧的去看看 麻子大爷一听 就说 哎 坏了 这肯定是老林 吊死鬼 跟回家俯身了 老道啊 看样子 你得用你的绝技 鬼门十三针了 老林可是厉鬼 一般的方法 怕是碾不走那个厉鬼 如果激怒了厉鬼 毁坏了二怪的肉身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李道爷说 这个 当年 因为我杀戮太重 烧到断腿 瞎眼的惩罚 本来发誓收了银针 不再用我的鬼门十三针了 麻子大爷说道 嗨 你的鬼门十三针 乃是天术 本来就是用来替天行道的 你现在眼下 腿瘸 孤单无厚 五笔三缺 你已经斩权了 还怕个啥 李道爷一听就说 对 麻子呀 你说的没有错 我那绝肌 就是用来 惩恶扬善 如今我都这个样子了 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走 咱们先回道观 把我的银针找出来 然后去二怪家 最好啊 能收复老林 化解这怨气 我虽然不惧五笔三缺 但我始终觉得 当年那样对老林 有点狠毒 这次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下绝情 麻子大爷点点头 又商议了几句 然后他们两个人 和二怪的哥哥就走了 他们一走 我在床上待不住了 赶紧地从床上跳下来 跑到水缸边 拿起水瓢 咬了一瓢水 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解了口渴 然后一抹嘴 就往外面跑 我娘喊道 小兜你干啥去 你的病还没有好 我回头说 我去看看二怪去 我爹说 你个小兔崽子 给我回来 再乱跑 我把你的狗腿打断 我听到这里 连停都没有停 昨天晚上 做得那么厉害 都没有打断腿 这时打断腿的话 对我一点恐吓都没有 跑出门去看了看天 硬得跟黑锅底似的 看样子 还得下雨 我懒得管天气 看完之后 就朝着二怪的家里跑去